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很想知道 你在美国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学生 你可以回美国查查 一定 回去以后 我一定会查 今天的课已经讲完了 其实 我没有讲什么新的内容 我只是重复旧的内容 因为你们还没有明白 我只能不断地重复 然后再重复 我肯定不是海塞色 你肯定不是张伟 你肯定不是阎晓秋 而你肯定不是陶冬梅 破译密码需要想象力 而这个 叉叉是中国人最欠缺的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中国人不缺乏想象力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那只能说你教的不好 我是哈佛大学博士后 在美国的黑社 一半的人是我的同学 另一半的人是我的学生 我的外号是 美国的密码支付 在华行顿 都有人派对上我的课 我承认 你可能是一个好的破译专家 但不见得是一个好的老师啊 我怎么越来越不喜欢你 那就随便你啊 在美国我们有一句言语 记住你的身份 记住你的身份 这是我的教师 我的教师是我的王国 而我是这里的国王 记住 你在这里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学生而已 你说陈家胡这个人 我说过 不是最好的 就是最坏的 他肯定是最好的 你怎么肯定 就算他现在不是最好的 也要把他变成最好的 他是一个好演员 可惜 这里不是白老会 海瑟瑟先生 我们面对的问题 可能要比你想象要严重 所以我希望 所以你希望我尽快 可以陈家胡这部密码 没错 没有用 陆上笑 如果一个人不想游泳 你把他丢进河里 他也会怕上来的 那就再把他丢下去 差不了不就淹死吗 他要不游泳 留着他有什么用呢 陈家胡这个人确实挺歌色的 对大家伙都爱搭不理的 连老师都从来不看一眼 他好像表面上没在听讲 但我发现他一直在剁笔记 但具体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 他还记笔记 不知道写的什么 不是 这小子太狂了 最跟老师不对付的就是他了 那有一天他迟到了 我问他干嘛 他爱搭不理的 所长 这个人有问题啊 不太正常 而且我觉得他有点洁癖 你看 他平时特别注意个人美声 宿舍里边一沉不让 当然这是正常的 不过他有点过分了 关键是我觉得他不合群 有点情高自傲 不太好相处 平时面无表情 特别的这个这个 总感觉好像别人都欠的似的 尤其啊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个危险分子 有点儿 有一天晚上我起夜 他不睡觉 坐在那儿 瞪着大眼珠子 看着照片 一会儿还看我 要不就是他这儿有毛 反正不正常 您说 他是不是危险分子 要不就是 从国外回来的人都这样 那个点儿 正常的 好 好 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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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书可以 别把书签弄乱了 中国有一句故话 我直直全路必有一事 就是说人是难免要出错误的 吃饭是多么容易的事 而且我们每天都要吃 吃饭的积蓄早已难书了 闭上眼睛 照样可以吃 可是谁吃饭又从来没有丢过筷子 请住手 谁吃饭又从来没有丢过饭里 请住手 从来没有这样的人 即要员炸米和托米也好 包员炸包和发包也好 总是难免要出错 有错就要更改 改动的地方就是一个铺顶 天一无妨 就这样落出了破绽 也是给我们破译 带来了机会和突破口 所以虽然从理论上说 密码有劳不可破绽说 实际上密码纷纷纷在破解 这就是因为密码实在人在使用 总会出错 本来由于宗老师 那是因为窒息的主看 这就是宗老师 我快应该拿来 几次宗老师 就是梁山宣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陈佳虎 陈佳虎 什么事 今天教授讲的 你都听懂了吗 没有 不会吧 我看见你一直在做笔记 能不能把你的笔记借给我看看 我是在做笔记 但是我在写信 等一下 今天的作业你能不能 问我答案是吗 真对不起 我确实不会 对 告诉那个陆从军 以后别用这种方法试探我 我不喜欢 夏克拉 你算准了我肯定背着你查你的东西 但没想到 我会等你回来吧 有些事情 非君子所为 防不胜防 别嘴硬了 你也有算不准的时候 不 我原本以为 做贼的都心虚 但是没想到 没想到我这么有恃无恐 确实没想到 你没想到的东西多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一直在监视我 在宿舍里 颜绍秋 在操场上是你 在食堂里是孙处长 可惜啊 可惜什么 可惜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最可惜的是 做错了事情 时光却无法倒转 回去弥补 就像你们在我身上 白白浪费这么长时间一样 这样 杜所长 我呢 也算是驱打成招 虽然不懂什么密码 但是数学总学过 我原本想着 我就硬着头皮 去听几堂课 但是没想到 这海瑟斯先生的课 实在是太难了 还牵扯到几门基础理论 我真的 真的是无能为力 我相信 这几次的作业 你也都看到了 我甚至都不如什么这个 颜绍秋和蒋薇他们 说完了 还有 这个颜绍秋 我不管是不是你们派来监视我的 但麻烦请你告诉他 以后看完我的东西 一定要物归原位 另外 千万不要用这种小把戏来试探我 就像那位林小姐一样 就像那位林小姐一样 我真没看出来 我们是中国人 现在正在遭受外族的入侵 我跟杜先生 在你身上刚耗的这些时间 不光是我们的还有你的 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王族灭种了 罪人的名单上肯定有你的一份 我告诉你 我还有自己的途径报效祖国 但只有你会破译密码 我们已经表达了足够的诚意与耐心 是吗 陆所长 我真告诉你 我不会 我真不会 就算我会 你也不应该把我绑架到这里来 我没见过像你这样表示诚意的 更没有见过像你这样 不估计别人的感受 还理直起传的 我再问你一遍 会还是不会 不会 陈家虎 你要是 不是黑市需要的人才 那你就是废物一个 人才 进入我们黑市 是要为党国所用的 如果你是一个废物 为了黑市的保密 你不会活着离开的 我是军人 我是不会怕死的 但你还不是 所以 别把我逼极了 凡事考虑清楚以后再说 行 组长 您来了 从今天开始 你搬去佐吏的房间去住吧 啊 搬 马上 是 组长 慢走 骑时 研究三分之一 修在地下 设备了房子 挖洞逃跑 我听说 前两年 这儿是一所在建的监狱 这不知道 这个铁丝网在围墙里面 全部有电 电闸在后面的配电室里 我知道了 您过来负责这个安全工作 特别要注意前面那个地道出口 和那个拐角出的没想 地道通哪儿啊 这我不知道 对了 我领你看看信箱吧 你在派你手底的两个人呢 帮着我们分检一下信件 这儿的信箱地址是多少 166信箱 166案的住所 只能够的暗号 这儿可能会不是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观察图 现在的这本书的信箱 都是几个中堅 这166案的不得 我们的目标是 Chenjahful 他们在这里 这本书的目标是我们的目标 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国室 今天 第三組的目标是 二十四時間郵便局監視 必須要調查他們的時間 第四組 郵便調查他們的時間 他們的最後まで 到達到最後的時間 確認了 知道嗎 是 解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找这个地址有什么用呢 我哥哥在里面工作 家里出了点急事 我们又没有他的电话 只有找上门来 我们知道他一定在重庆 您贵姓 免贵姓陈 您哥哥叫什么名字 这跟我要这个地址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这个单位有三个地方 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地方 您要是不告诉我具体的人名 我怎么告诉你具体的地方呢 我哥哥叫陈嘉红 好好好 这个名字我有点印象 最后那个胡子我还不认识 还故意查了一下字典呢 有印象 那就麻烦您帮我查一查好吗 好好好 您先在这儿坐会儿 那个册子呢在另一个办公室 我去帮您查一下 您先坐会儿 谁呀 多大的官啊 这上面都查不着 我说你好好查了没有 我也不知道 这位姑娘非得要找 我查了很多遍 没找着 这位小姐 是你要找你们家人吧 是啊 我找我哥哥 我母亲病了 我希望他能到医院去探望一下 母亲病了 严重吗 不这么严重 只不过是发烧感冒 不严重就好 不严重就好 是这样的 在我们这儿啊 如果连本子上都查不到名字的话 我们必须得请示上级了 我看 要不你先给我留个地址 过两天等我查出来以后 亲自登门给你送过去 行不行 那好吧 好 那就谢谢了 慢走 我先走 你怎么回来啦 别小偌鸟 你怎么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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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情报来源 所长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事关黑事 我们无力涉足 如果因要涉足可能会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不过这个人对他们有用 说不定可以引蛇出洞 所长 我是李正 日本人盯上166信箱了 你俩先家去 小红姑娘 你们是谁 这什么地方 我希望我们问你什么 你就回答什么 你的大名叫什么 空小红 干什么工作的 早 早几年 今天早晨上邮局去干什么 问一个地区 谁让你问的 日本人 日本人 问出来了吗 没有 结果告诉日本人了吗 告诉了 日本人还会找你吗 我想把这部长机传染了 你把这部长部都需要 他来奔赏呀 我来奔赏呀 你把他将来奔赏呀 他要不然 他们带来奔赏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这些事都很难办 不管是信乡还是陈家胡 属下有能力把这些工作完成 我相信你 谢谢长官 可是我怕你出格 现在全国的形势可为千一发动全身呢 前方战场 风烟四起 黑史建立 步履攀山 日特共匪 嚣张跋扈 陈家胡呢 还在装傻冲愣吧 您臣是料事如神 我今天来就提醒你一件事 不能轻易动陈家胡的老婆 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 甚至准备动手抓人了 我提醒过你 打狗要看主人 你动了他的老婆 他会跟你拼命的 我关心的不是陈家胡的死活 我要的是他给我破译密码 属下明白 要是换一个角度呢 我们给患者送一份备餐让他吞下 一目了然之后 可以动手吗 备餐是检查胃病时候服用的一种流食 如果胃壁上有溃疡 备餐就会附着在溃疡之上 通过X光就能一目了然 这地方 还挺像那么回的事 不错 这儿属于城乡结合部 四周比较困阔 属于咱们监视 也便于他们行动 走 去接你厂长 这边 好 稀客 稀客 大驾光临 小厂真是蓬壁生辉啊 客气客气 请请请 好 请 来 我知道石厂长是个大忙人 所以呢我长话短说 虽然咱们交情不深 但是呢我想借宝弟办一点事情 主要就是想把你们门妹换一换 换成我们的人 说好听点 我来帮你们看几天大门 这事好像有点新鲜啊 听起来是有点新鲜 不过您放心 我确保你们工厂的安全 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负全责 那你们来干什么 这个不能跟你说 我还要强调一点 今天我们来找你的事 不能外传 你知我知到此为止 你们要来多少人 十来个人吧 需要多长时间 这得看情况而定了 石厂长 为了你跟你们工厂的安全 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了 但有一点请你相信 我们都是为政府做事的人 请你支持 那好吧 麻烦了 不客气 感谢支持 不客气不客气 陆从俊打算将棘就棘 造一个陈家胡出来 看看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 这样一方面能够掩护陈家胡 另一方面还能够确定 惠子到底跟日本情报机构 有没有关系 从这一刻起 166信箱的信件 将要经过第二个中转站 这个类似过滤器一样的地方 就设在石永伟的被复查 你把这老师傅给换了 啊 师傅 师傅 换一下 那边 这两人 站在口上 那边过去 这边那俩 这书那儿 过去那俩 你们俩那边 那照片别那么放 好 往这边点 转过来点 可以可以 这位置可以 行了 好好好 好 失礼します 是 大佐 有没有关系 你 你 不得了 你 不得了 明白 你明白了 你就是 天皇陛下的公司 把所有人的想法 拒絕 拒絕 当然 有很多方法 是 相警知道 如果这次行动不能杀死陈家胡 那么他就可以剖腹了 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确定陈家胡 不会出现在被俘察 而且必须认定陈家胡 确实身在其中才可以 不能用间接的证据 不能用推测 必须有一个人 亲眼看见陈家胡的身影 认出他的相貌 这个任务 谁能完成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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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是 是 是 不是 是 是不是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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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看见他了吗 看见了 在那脚上呢 拍照片 看吧 上进阵 把我约出来 一句话不说 我想知道 姚溜溜信箱的情报来源 到底是哪里 你想问情报的来源 还是想知道情报的可靠性 这两个并不矛盾 这两个并不矛盾 我怕你有矛盾 要是不是说是从惠子那边来的呢 你作为日本的军人 又是惠子的哥哥 这个两个身份不矛盾吗 你最好别问了 问了我也不会说 不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姚溜溜信箱 你已经找到了 但是现在 需要 去认 消息的可靠程度 我可以去办 等我的消息 不认识 只要忘了 我父亲对你的嘱托 放心 我和你们一样爱活回子 好了 进进进 好 到了 给你钱 给你钱 好 站住 按住 这个 老领 老领导 什么事情啊 这位店长陈先生 说是他太太 对不起 我们这里不能随便找人 就是亲属也不行 我们这里是有规矩的 外人呢不能进来 我要让你进去了 我就要受处分了 对不起 请原谅 那麻烦您 把他叫出来 跟我见个面 这样总可以了吧 不好意思 这也不行 这都是规矩 哪里有这样的规矩呢 就是啊 就算是监狱也让凡人跟家人见面呢 这位是 他是 我和加护军的美国朋友 你好 真的不行了 如果你 不让我跟他见面的话 我就不走了 我就在这里守着 等着他 您这是为难我呀 你们是为难这位夫人的 哪有到门口不让见面的道理啊 痛一下嘛 哪怕见一面就走 来 你们啊跟我走 不过 先说清楚啊 见一面就走 别给我加麻烦啊 好的 跟我来 咱们这单位呀 规矩特别多 不过嘛 哪里有规矩 哪里就有犯规矩的人 咱们 碰碰运气吧 碰运气 就看你的运气了 如果 他今天晚上上夜班 你就能见上他一面 陈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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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他不在 这就是他住的宿舍 大哥叔叔 您看 那是我的照片 加护军 真的就住在这里啊 加护军 陈江湖 陈江湖 我的姑奶奶 你别喊 别喊 没用的 他肯定上班了 一周呢 只上一个夜班 只要上夜班呢 才会在宿舍里休息啊 那他 什么时候下班呢 要到晚上了 你要是真想见面呢 就等晚上 你在外边喊他 他听见了就 他出来也好 你进去也行 反正你别站着大门 给我添麻烦 你也真是的 这围墙是防君子的 进出都很容易的嘛 你就别为难我了 要让上面知道了 我可就麻烦了 哎 好像陈先生啊 也快休假了 要不 你再等等 那请问一下 他什么时候会休假呢 这个具体也说不清楚 反正 总是有假的 你放心 陈先生呢 一切都好 他们的工作 也很辛苦的 不过呢 朝鲜不错 有好吃 好喝 好住的 你就放心吧 那请问 你们 是做什么的单位呀 这可不能说呀 包括我刚才跟你说的 都不能对外人说呀 喂 涛儿 我们已经按着您的吩咐做了 惠子已经来过了 是 是 杜先生 请您下令逮捕惠子 如果我们抓到了惠子 他很有可能咬出一大串 这样日本人在重庆的间谍网 就会让我们连根拔起 这可是当日之计 把爱的信息 纷纷转来又争取 我要问是谁告诉你 爱与恨的意义 却被你无情抛弃 沉浮在那空气里 我要问是谁让跟你 沉浮在那空气里 沉浮在那空气里 沉浮到我 听风的抑郁 瞬间拼凑起回忆 把信仰牵起 早已模糊在心底 听风的诗意 隐蔽扫落了一滴 让岁月痕迹 缓缓又来又有去 我要问是谁告诉你 爱与恨的意义 却被你无情抛弃 沉浮在那空气里 我要问是谁扔给你 聚与散的问题 却被你握起 我踏在手心 我要问是谁告诉你 爱与恨的意义 却被你无情抛弃 沉浮在那空气里 我要问是谁扔给你 聚与散的问题 却被你无情抛弃 沉浮在手心 有这样一个秘密 有这样一份回忆 不愿牵离 随着风的意义